圣言法师曾是愤青? 纪录片《明年戏院见》 以顾法古山创办人圣言法师于2009年过世,他生前的言行至今仍让许多信众怀念。 而以圣言法师为传主的纪录片本来面目,片名暂定,已展开拍摄,预计明年,圣言法师逝世十周年在戏院上映。 导演张昭伟透露,该片不再宣扬佛法,也不是心灵及汤一类的影片,而是以圣言法师的成长为助轴。 圣言教育基金会推出的圣言法师纪录片本来面目,由纪录片冲天导演张昭伟指导。 为了拍摄影片,张昭伟与制作团队展开深入调查研究,除复中国大陆,美国拍摄与访问,并大量阅读相关资料,接触还将前往日本。 圣言法师生前留下二十多本日记,大约从1957年到1980,90年代,也让张昭伟从中看到圣言法师不同阶段的人生体会与变化。 张昭伟半开玩笑地说,圣言法师早年是个很有摇滚精神的奉卿,到了中年才展开创业。 张昭伟看了圣言法师的日记里得知,圣言法师年轻时想要改革佛教,甚至曾打算与几位法师们煞血为盟,共同有一番新的作为,尽管后来并没煞血为盟这件事,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改革精神。